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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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覺醒研究所的Nemo老師 那又到了我們每一個月份的 瑪雅立法的播報時間 那開始之前 想先讓大家知道一下 欸其實不是讓大家知道一下 是大家也看到 我又換 我把頭髮換掉了 然後這種 因為我大概剪了半年以上的 就是那個 把頭那個蓋住的那種髮型 然後我就是最近把頭髮推上去之後 我突然有一種被開光的感覺 因為這邊這一塊露出來 然後覺得欸 我就好像這邊會變亮亮的 我覺得應該這樣會變好運 然後 因為拍這個影片的時候 我是在過年期間 所以等於是過年的時候 我就讓我的額頭開光 我覺得我明年會過得非常順利 好 這是一開始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每個月份 我在拍瑪雅立法影片的時候 我主要想要提醒大家的是 一件事情喔 要讓我們去知道的是 現在的頻率 到底是怎麼樣 可能是哪一類型的頻率 那這一些頻率跟這一些能量狀態 有沒有能夠輔助到我去做些什麼事情 例如說像有的人比較不會溝通 那有時候有一些能量狀態是適合溝通的 或是有些能量狀態是人們願意打開心 去跟人家做交流的時候 那個時候你就可以去做溝通 所以這時候各位你們在聽瑪雅的頻率說 是要去弄懂這個月份有哪些頻率 我有哪些事情 我可以在這個時候去做 或是我要避免些什麼樣子的事情發生 這個是我覺得瑪雅立法給我們最大的幫助 我們才不會被頻率給帶著走 什麼叫被頻率帶走 就是當我們不知道頻率的方向是什麼的時候 你就會變得懵懵懂懂 今天早上起來突然發生一件事情 也不知道為什麼發生 反正就發生 尤其是像從去年到現在的藍風暴年 一定是時不時就發生很多大事情 所以這個時候各位如果你們知道頻率的話 心裡就會有個底 OK如果發生這件事情的話 那依照現在的頻率狀態 我可以怎麼樣去處理 我可以怎麼樣去面對 這個是在開始的時候 想要先讓大家知道一下 那瑪雅立法的能量狀態 到底要怎麼樣去使用去運用 好那我們要直接進入我們的主題 整體三月份來講的話 它是一個協助一樣 又是協助我們靈魂的那個方向 就是應該協助我們去理解靈魂到底要什麼 就是協助什麼叫做人生藍圖 靈魂藍圖這一類型的方向 好那應該很多人都問我說 我的靈魂這輩子到底要來幹嘛 就是要來做這些事情 然後不好意思 我剛才看一下那個麥克風有沒有亮 我很久以前有一次就是麥克風 不知道是忘了開還是怎麼樣 反正就是錄完之後完全沒聲音 所以我現在有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吵聲 我很怕它沒有墊 所以我要看一下它沒有 好然後在這個三月份的過程當中 它會循序漸進的由外而內的去教導我們這件事情 所以整個三月都是在處理這件事情 那從上旬開始 從第一個就是它會因為觸發事件 然後讓我們更了解我們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的定位到底是怎麼樣子的 然後呢到月中的時候它會變成是透過 我們傳遞自身的頻率 就是有時候我們去跟人家聊天 去跟人家溝通的時候 或是跟人家分享你的想法的時候 透過那個時候會幫助你去定位你自己 因為有時候我們話講出來是在暗示自己 等一下細節我再講 那第三個就是透過身體的感受來理解方向 就是你身體哪邊 kimoji 舒服不舒服想幹嘛的那些方向 然後來弄懂你自己的靈魂到底想幹嘛 總共會有這三個方向 那我們就開始再講囉 從3月3號到3月15號是藍風暴的波幅 那3月1號3月2號再上一個影片 你們去看上一個影片 那3月3號到3月5號是藍風暴波幅 這個各位想說藍風暴年的藍風暴波幅 有沒有很可怕 欸我想跟各位講的是 這一次的藍風暴波幅跟上一次的藍風暴相比 我覺得好像 嗯 比較偏向青台 我覺得上次是 上次是強台 這次是青台 所以不用太過緊張 這是瑪雅能量氣象波幅 現在3月3號到3月15號是 是這個青台 大家做好那個防台準備 那也不用太過焦慮 在家裡好好待著 不要出門 小心一點 好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第一個是他要提醒我們的是 情感關係當中的一些清理 說出真相 然後呢不要自以為的去承擔 這個關係當中 不是只有在於感情 工作也是 家庭關係也是 就是有時候我們會為了對方 著想然後去承擔了很多事情 那有時候我們 其實那些自... 我們自以為的貼心喔 其實才是真正阻礙關係當中的一些發展 那你知道有時候 我們人跟人之間相處 如果很輕鬆很自在的時候 其實你是不會害怕 擔心把一些內在內心的話講出來 所以有時候你為對方做 你知道有時候我們人如果相處 或是跟閨蜜啊好朋友相處的時候 你們會知道 欸有時候你們講一些話就是 欸我幫你做了很多事欸 什麼之類的 欸其實講了之後好像 好像很好講出口 然後對方也聽得進去 然後你講得也舒服 好那 可是有時候有些關係是這樣 就是你幫對方做了好多事 尤其是關係更好 尤其是伴侶啦 家人啊 你做了很多 可是 你就覺得對方都沒有看到 但是呢說真的 其實有時候你反過來想喔 因為關係這件事情是對立 欸不是對立 是相對的 你這麼做的時候 對方可能也是正在這麼做 而且你講不出口 對方也感受到那個尷尬的能量 他也講不出口 所以你們各自有苦難言啊 所以這個時候如果說 因為藍風暴它是一個很主動的能量狀態 像我剛剛前面講的 既然這個能量狀態到了 你知道它會讓你就是 內心能夠逼得很多的話 會讓你反照反角 想要去把它講出來 好它這股能量會有這個能力去幫助 就是讓你想要把那些話講出來 你就順應把那個話講出來 但是 記得要溫柔一點點 柔和一點點的講 然後 就是有說話技巧去講 因為藍風暴最害怕就是沒有說話技巧 好 但是他把你那股能量逼出來 講完之後 對方也會知道說 喔原來 其實你講說 那我有一些什麼東西 我想跟你講 那這個你們的關係 才會往下一步的方向走 所以在藍風暴撥 會很可以去做這件事情 然後第二個 千萬不要被眼前的恐懼給嚇到 風暴來的時候 其實當我們越抗拒的時候 就會越可怕 因為有時候 你知道有時候真正最可怕的是 那個恐懼的內心狀態 那你一直覺得 啊我要講嗎 我到底要不要去做這件事情 我覺得做好像我們關係 就會瓦解什麼之類 然後不敢做 然後反而搞到最後關係也沒變好 又睡不好 然後臉又臭 對方又更不懂你在幹嘛 然後關係就越來越不好 所以這個時候真的 尤其在藍風暴撥斧 放寬心去面對 而且 坦然的去面對 事情發生的時候 就讓他發生 萊風暴最忌諱的就是去跟他抵抗 因為他就是一股 那什麼 橫衝直撞的能量狀態 那你硬著要跟他幹 就是你知道 一股很大的能量 你那個躺臂擋軍的能量 你最終還是得去做到這件事情 就是最終的結果都一樣 就算你不溝通的話 那個關係可能 該瓦解就會瓦解 該往下一個 下一個 下一個方向 他就會往下一個方向 所以不是說你不做什麼事情 這也是那個關係就不會產生變化 所以不用想太多 該做就去做 這個就是3月3號跟3月15號最重要的能量狀態 如果你內心裡面有些什麼話想講 想做就直接去講去做 不要思考太多 那接下來會來到3月16號到3月28號的黃人波幅 黃人波幅狀態就跟剛剛有點不太一樣 因為剛剛是我們藉由人跟人之間的關係 有沒有 剛剛一開始講的 我們人跟人之間的關係 到16號到28號到黃人波幅的時候 這就是我們自己 因為黃人波幅 黃人是一個 嗯 展現自我的一個波幅 展現自我的影響力的一個波幅 就是 我身而為人 我覺得這個世界應該是怎麼樣 然後我要講出來 我要去做這件事情 那有時候因為我們 被這個社會價值觀給定義之後 很多東西 我們沒有照著自己的理想跟方向去前行 所以我們忘記了 或者是我們對自己沒有自信心 所以我們覺得我們自己做不到 那當我們覺得我們自己做不到的時候 就不會覺得那個是我們的應該去做的事情 那我們的影響力就會越來越小 黃人就是要把你這個原本縮小的影響力擴大 那他擴大的方法怎麼做呢 我可以跟各位講一個非常舒服的方法 就是你去多跟人家聊天 去說出你的觀點跟想法 你會發現 不管是你的夢想 你的人生進程 你的靈魂方向 都會在裡面 那你 你到時候在16號到28號的時候 你們就要去記得一件事情 有時候出去跟朋友吃吃飯喝喝下午茶 我這段時間我蠻推薦大家去做這些事情 然後去聽 不是去聽 去說 去說你想講的東西 那當然還有另外一個辦法是 聽一些YouTube上面的 你覺得你喜歡的影片 然後去內化成你的東西 這個也是一個方法 但是我比較推薦前面那個 去跟人家講 講了之後 因為你會暗示自己 我就是這麼認為人生的 所以我覺得人生應該就是要這樣子 那久了之後 你就會再重新再次認可 其實我的靈魂內心深處 是有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那我是不是要朝 再次朝這個方向前行 好你會給到自己這個 呃 這個叫什麼 呃 提醒 然後暗示 那第二個是 過去 在 如果在這段16到28號 如果過去喔 我們對工作變更是有想法的 我記得其實 在 1、2月之前其實是 如果你工作是有變動的想法的話 其實是盡量不要去變動 欸現在講有點太晚了 因為真的是3月的影片 所以該變的都變晚了 但是我相信之前 大家應該有聽過 我們的一些影片 也在提醒大家 1、2月份就是 如果你有什麼躁動 暫時先不要動 好那接下來在這段時間一樣喔 你可能又會跳出這樣子的想法 又再來一次 此刻會再拉扯一次喔 所以黃忍喔 這個時候就是要讓你展現個人特質的好時機 0 因為那個什麼 因為他就是 黃忍會透過想要展現影響力這些事情 然後去勾起你內心裡面很多的一些躁動 或者是你沒有去做的事情 所以靈魂是不會放過這個機會的 在這個時候 一定會有觸發一些事件 事情 然後呢 如果說你該換工作的人 他就會讓你發生一些讓你覺得 不鬆快 不舒適 欸 就是不開心 然後不舒適的事件 或是你自己內心就覺得 就也不見得真的發生什麼事 你就覺得欸 我就真的很看不下去這個公司的運作 或是怎麼樣 欸你就會想換工作 這個時候換工作是可以的 而且那個方向 是對的 所以我滿推薦大家這個時候去做這件事情的 好然後 然後3月29號到4月10號 欸 這樣都到4月10號 沒辦法 因為那個 瑪雅立法的波幅就是每3天一次啊 那29號到4月10號是 紅蛇的波幅 紅蛇的波幅 你看好像剛剛講 一開始是人跟人之間 接下來是我 講出來 接下來是透過自己身體 所以他有一種 越來越往內 有沒有 由外越來越往內的感覺 到紅蛇波幅的時候 它是來自我們靈魂深處的提醒 其實呢 我們的身體的不舒服跟靈魂的連結 不單單只是生活檯面上面的問題 有的人覺得欸 肩膀緊繃 好像是 工作壓力太大 覺得 嗯 壓在肩膀上面很不舒服 或者是電腦螢幕看太多 壓在肩膀上面很不舒服 那 其實要跟各位講的是 在這個時候你的身體上面不舒服 你不要那麼單單只看到就是表面上的 其實是跟你的靈魂方向有關的 有時候你的靈魂會 透過讓你身體的不舒服 讓你知道說你的方向錯誤了 那這個時候你就要有所覺察 這樣有的人覺得說 欸 我肩膀為什麼緊繃 因為我一直坐在辦公室啊 所以其實你要不要顛倒過來講 其實你的靈魂是不喜歡一直坐著不動的 是喜歡出去外面走跳 跟人家面對面 說明是適合做業務的 這時候你要轉換思維喔 而不是單純是說 我肩膀緊繃這樣 因為我去做個SPA去解決掉 你要去問自己方向對不對 這個是不是你要的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喔 在三維世界裡面順利流轉這件事情 所謂順利流轉就是可能 錢啊或者是生活啊 比較有餘裕這件事情 如果你想要讓這個生活變得比較有寬裕 有餘裕的感覺的話 前提是你要放下 因為執念所造成的身體的不適 像那一些 中醫裡面很常講嘛 痛則不痛痛則不痛 所以其實有時候我們身體的 一些積累 像我這一兩年來我對這件事特別有感 我的這邊身體這邊 這邊的床這邊會有一條筋會很緊牽著 然後呢 我發現如果當我多做靜心冥想的時候 讓心情放寬之後 這條筋的那個不舒服感覺會鬆掉 因為這條筋如果一綁起來之後啊 它會有一股氣躲來這邊 然後躲到這邊 然後這邊上面的頭這邊就會 有時候尤其到下午就會稍微有點痛 我後來發現我再怎麼去做針灸去做按摩去刮沙 都是短效的都沒什麼太多效果 可是我後來發現 當如果說有些情緒 例如說因為像我是一個模樣做人 所以我很容易情緒會上來 所以當我一情緒上來 或者是我緊張焦慮 例如說像有時候我為了要趕車子的時候 然後太晚出門再趕車的時候 我就會發現當我趕到車之後 開始放鬆之後 我這邊後背 從後面這邊開始整個這樣緊到上面來 整個都綁住 所以其實這些都是一些 像我剛剛講的 這些都是我們因為執念 所以需要放下來的一些 一些對身體的不適 所以為什麼生氣 你看像我為什麼對那些事情生氣 那那些事情真的對我那麼重要嗎 你有必要生氣嗎 還是其實你可以不用理那些事情 你可以轉身就離開 還是如果既然這個環境 讓你感覺到這麼不舒服 讓你這麼的生氣的話 為什麼你不考慮換工作 為什麼你不考慮換一個另外一半 為什麼你不考慮搬離開這個環境 因為選擇選都在我們手上 為什麼我們不去做 因為當中一定有執念綁在裡面 唉 我不能離開這個人 這份工作給我很多錢 我離開家裡就是不像 諸如此類的 所以這些都是不對的方向 大家你們記得 這個時候 身體的不舒服 就是教我們哪一些執念要放下 但是重點是 你要挖得出來後面的執念 是些什麼東西 那當然這一系列的東西 這些身體的不適 我可以跟各位講 如果在這段時間裡面 你們有這個比較神神叨叨的 就是 如果你們感覺到一些身體不適 你們每次怎麼處理都處理不完的話 我可以跟各位講 有時候是跟一些冤親在主是有關的 那我滿建議大家 如果你們到這個時候 還是有這些身體不適 或是你們自己有感 有些身體不適 怎麼處理都處理不好 我滿建議各位去找 憲英谷老師做 冤親在主的判定 先確定一下 因為有時候這些都是 冤親在主所造成 這個是比較題外話 好 那最後一個 在這一段時間 他要讓我們大家學會的是 錢是用來侍奉靈魂的 而不是身體的 但是他這個不是講的是 一般講的是 我們靈魂是沒有需要錢 所以我們不要被錢綁住 他不是講這件事情 他講的是 例如說 你的靈魂喜歡吃漢堡 可是呢 你為了省錢 你一直吃便當 所以他要你選擇的是 你要去吃漢堡 你不可以吃便當 所以他要你把錢花在 所謂的刀口上 但這個刀口就是靈魂 不管是投資自己或幹嘛 其實你看 有時候有很多人都會買一大堆衣服 可是他都不投資自己 其實他可能 可能以前想學鋼琴 他呢 就不願意買一台鋼琴 也不願意花錢去請老師教他鋼琴 可是他內心就很想 然後一直把錢花在買食物買零食上面 那為什麼 買食物買零食就是為了滿足那個匮乏感 因為內心靈魂有一個匮乏感 他很想要去做這件事情 你又不讓他做 所以你的外在就會產生 好吧我只好吃 因為你的外在只會接受到匮乏感 那有時候如果你在 如果靈敏度不高的話 你會不知道那個是來自於靈魂的匮乏感 那你就更甭想說 你去自覺的去挖出他的匮乏感是什麼 那你可能就會去買食物啊 買東西啊 買犒賞自己啊 喝酒啦 放鬆啦 這樣犒賞自己 那在紅蛇的波幅裡面很適合去找出這件事情 所以各位你們一定要好好的去問一下自己 身體 哪裡不舒服 身體哪邊不舒服 去問 去問自己 盡心冥想去問自己 那如果你真的找不出來 你可以在覺醒研究所裡面去敲我們的小編 因為菲尼老師每個月都會有諮商的服務 你可以去透過諮商的方法 先了解自己的靈魂方向 先了解自己目前卡帶的問題點在哪裡 那跟你的靈魂方向有沒有關係 那如果真的是 像我剛剛前面講的一直卡帶很多問題 真的不知道怎麼解決的話 也可以去找現役國老師慶 他幫你去處理一些月清再煮的問題 因為紅蛇波幅的時候 這個時候會有月清再煮的那種狀況會跳出來 那各位你們會敏感的知道可以去處理去解決 那這個 這一些就是三月份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些能量狀態 基本上沒有什麼我覺得還好 就是由外而內的去弄懂自己的靈魂方向 那這個也非常符合 這13年的瑪雅立法的那個 那個白巫師波幅 就是要幫助我們靈魂的靈性揚生嘛 所以他要讓你更懂 就是一步一步用各種方法 讓你去更懂你自己的靈魂的方向到底是什麼 那這個就是我們今天想要跟大家介紹的內容 那謝謝大家的觀看 那如果大家喜歡覺醒研究所的影片的話 也歡迎訂閱我們的影片 我們現在有很多的老師呢 也開始在拍影片 有一些跟情感有關的 像Miko老師 那有一些像那個神譽卡 像小潘老師 他我們都會有一系列的影片 那各位你們都可以去攝取 適合你們需要的影片去聽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